喂 您好 要申请低收入吗 请问您是几款低收 评论有线电视人员详细解说 符合低收入户资格能享有何种优惠 分别是第一款以及第二款的低收入户 装机费以及视讯费全免优惠 第三款低收入户则享有装机费办优750块 以及视讯费双月角600块的优惠 只要是社会处登记有案的低收入户 持相关有效证件即可向系统业者申请 那您就只要准备您的低收入户证本 还有低收入户用户的生命证印本 来我们公司办理 或是邮寄到我们公司都可以 长年来有线电视落实公益回馈 针对低收入户是出力多 给予不同款别的低收入户优惠 而且为了鼓励符合资格民众踊跃申请 有线电视除了以跑马灯宣传提醒 也特别发函乡镇公所这项优惠措施 恳请乡镇公所协助提醒低收入户民众前来办理 县府也不忘呼吁低收入户民众千万别放弃自己的权利 在收视费率上面有做很多优惠 包含有全额免费 还有二三类的批收入户 也有部分的一些节免 我想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措施 希望把好的优质的电视节目跟品质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 那也希望符合这样子相关条件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赶快尽速来办理 让所有的优惠可以实际上加注到我们的县民身上 为了提升免费以及优惠的申请比例 有线电视除了展开行动服务 主动下乡宣导告知低收入户民众这项权益之外 也制作影片加强宣传 第一款及第二款低收入户装机费及视讯费全免优惠 配合地方政府落实照顾弱势民众的美意 有线电视再次提醒 第一二三款的低收入户 预申请有线电视费用优惠者 请需待108年的社会处 或是乡镇市公所合发制低收入户证明书 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赢本各一份 即日起至108年的12月31号 向有线电视申请 或是恰辅上有线电视服务窗口 要特别注意的是 申请人的户籍地址必须与优惠装机地址相符 而且禁止转让给他人使用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道